来我们来看到 在我们上一节有提到 太阳大约在46亿年前形成 那太阳在形成的时候 太阳风 太阳辐射 把比较轻的物质往外飘 那比较重的物质往里面 那我们知道 这些重元素 你要知道 越晚形成的星云跟恒星 上次老师也跟你介绍过 太阳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恒星 那这些比较重的元素 在宇宙中不断地碰撞 不断地吸引结合 最后形成了行星 卫星 那我们地球就是其中一个行星 那地球在形成的初期 地球在形成的初期 因为两种元素 两种因素 第一个就是陨石 在陨石的撞击之下 陨石的撞击 以及本身它的放射性物质 它在衰变就是这两个因素 这时候地球的温度非常的高 整个地球的表面 就是感觉像就像液态的 融融状态 所以那时候 整个物质在流动 流动性会比较大 那我们理化有学过 密度大的东西 会容易往底下沉淀 于是我们这一个行星地球 重的物质就一直往底下沉淀 形成了今日的我们所谓的叫做地河 那其次的呢就在第二层 这叫地寒 这叫地寒 留在最外面的 就是我们目前生活的一个环境 这个我们叫做地壳 那从这个地方 同学应该就有一个基本概念了 这里的密度一定是从里面往外面 越来越小 越重的元素会集中在地心 好 那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元素呢 来 地壳的成分 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考题 相信同学在理化的第一册 元素的用途曾经学过 那时候介绍到很多很多的元素 那你要知道 地壳主要的成分元素 我老师照顺序写 同学不但要注意这个顺序 而且要注意它的属性 到底是金属还是非金属 地壳的成分包含了 氧 氢 氏 鋁 铁 钙 钙 这里就有两个考题 同学要注意 第一个考题会问你 请问地壳的成分元素中含量最多的是什么 答案是氧 第二个考题 他会问你地壳中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 搞清楚哦 现在是问的是金属元素 你有没有注意到 所有字里面第一个出现金字旁的 所以在地壳中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 你要回答什么 铝 注意它是金属 所以这两个考题很容易受骗 同学要注意 好 那刚刚老师有提到过 地球形成的初期 它的流动性非常的大 所以密度大的会往里面沉淀 最里面最里面是地核 核心地核最里面 那这里面的成分主要就是什么 免质量比较大的 铁跟镍 铁跟镍 那同学说 老师这里也有铁 这里也有铁 你要知道 本身在分布上 我们是以地壳来分别 氧 细 鋁 铁 钙 那也有地壳里面当然也有铁 懂吗 那这个东西 它本身都是属于密度比较大的金属 好 那地球本身外面的固体部分 慢慢的慢慢的就会温度降低 慢慢的温度降低之后 地壳外表 以我们目前生活的环境 地壳的外表就怎么样 冷却了 变成了岩石 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地壳 好 那我老师介绍的外表 地球的外表 我们知道 我们生活的生物圈 除了这个地球表面之外 还有一个什么 大气层 那地球刚形成的时候 也是一样 因为当时的环境 非常的 非常的热 而且要注意 当时太阳形成的时候 地球也是正在形成 那时候的原始大气 跟我们目前的大气 完全不同 它的大气主要成分是什么 氢 跟氦 以及 以及甲烷 跟氨 好吧 问题是 这四个气体 同学注意了 氢跟氦 是我们周期表里面 原子量最小的 两个元素 所以在我们原始大气形成的初期 同时地球那时候质量并不大 所以对它们的吸引力不大 这时候它会飘开来 所以这时候在原始大气的成分中 氢跟氦 时间的转换 它慢慢地飘开来了 可是原始大气形成的时候 同时 刚刚老师提过 地球表面是非常 温度非常高的 除了 隕石的撞击 我们放射性物质的衰变 地球表面的火山 也是不断地在什么 爆发 不断地在 噴出什么 熔岩 好 这些都是温度相当高的物质 于是 氢跟氦飘走了 剩下的甲烷跟氨 在这些高温的作用下 重新排列 重新组合 这时候就形成了 注意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水气 以及氮气 如果同学 你想要用很灵活的方式 来学习这一章的话 麻烦你注意一下 氨 我们知道 它本身含有氮元素 所以这一个 在高温下 会有这个氮气产生 甲烷 还记得吗 它是碳氢的化合物 所以它可能在高温的作用下 重新组合排列成二氧化碳 以及水气 那龙岩一样啊 龙岩它也是在发热高温 所以它也有二氧化碳 以及水气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时候在原始大气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温度稍微有比较低的 但是还是属于高温状态 这里产生的气体主要都是什么 二氧化碳 好 同学你不要忘了 我们在锂化的单元里面有介绍到二氧化碳 而且我们目前21世纪最严重的一个环保问题 就是温室效应 那你就可以想象 当时的地球表面二氧化碳含量这么高 所以当时的温室效应一定相当的高 所以当时的温度很高 不适合生物的生存 那一定要经过什么 时间 时间的转换 慢慢的让我们的地壳冷却下来 等到地壳冷却之后 地壳冷却之后 我们的生命才慢慢的诞生 第一个 怎么样的减少这个二氧化碳 你要知道 二氧化碳如果继续存在的话 相对的温度一定是高 生物要在这个地球表面上生存 相对的机会就比较低 于是地壳在冷却的过程中 就造成了二氧化碳的减少 怎么减少呢 还记不记得二氧化碳的性质 二氧化碳它是微溶于水 所以在冷却的过程中 水蒸气先凝结 凝结之后把二氧化碳融到海洋中 那融在海洋中还不止这样子 它融到海洋的时候 因为我们本身地壳的元素还记得吗 氧 锡 铁 铁 钙 还有一种钙元素 所以这个碳酸 二氧化碳浓于水之后产生的碳酸又会跟钙结合 二氧化碳又会跟钙结合 这个以礼化的观念同学还记得吗 这个地方老师特别在这边跟你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一结合碳酸再跟钙 这时候就会产生了碳酸钙 不要忘了 碳酸钙在我们理化有讲到 它本身是大理石的成分 可是大理石怎么来的呢 最刚开始它本身是一种石灰岩 石灰岩刚沉淀下来的时候 它是石灰岩 慢慢地再经过再经过高温 高温 高压造成了它的变质 怎么变质 就是我们现在的大理石 所以亲爱的同学 你要注意 在我们的地科课程里面 石灰岩大理石都是碳酸钙 大理石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名称 因为在高温高压下造成了它新的性质 我们又称它叫做变质岩 这是地球科学里面非常喜欢考的一个岩石 在这边老师先跟同学提起 所以你看吧 地壳的冷却 二氧化碳融到海洋中 跟钙结合 于是造成了整个大气层的二氧化碳减少 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那二氧化碳减少 温室效应慢慢就会减缓 减缓之后 于是第一批的植物就尝试的要登陆陆地 那在登陆陆地之前出现了一个改变整个大气主要结构的生物 绿色植物 绿色植物我们知道 绿色植物它本身的出现 开始进行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光合作用 才使得我们的大气从二氧化碳浓度很高 让它降低而使得氧气的增加 慢慢的这些绿色植物不但越来越多 甚至登陆陆地 所以我们这时候整个大气的结构做了一个结构性的改变 二氧化碳在减少 氧气在增加 所以我们目前大气的成分 并不是一刚开始就是这种成分 是经过了原始的大气 再来火山爆发阶段 地壳的冷却到绿色植物出现之后 把这个二氧化碳降低 剩下的78%是氮气 21%是氧气 才能够孕育我们目前多采多枝 形形色色的生物 所以同学 你们在学这一节的时候 老师要提醒你 你必须要从很高温的状况到一直冷却的状况 你本身要有一个基础概念 怎么样基础概念 温度高 当然就是会造成气体 造成气体的化学反应 慢慢冷却之后才会造成一个稳定状态 所以同学你注意 你回想一下 从地球的表面 从地球的表面开始 刚开始形成是一个岩浆状态 火热高温 这时候让它的整个物质重组 密度大的沉淀到里面 密度小的在外面 所以地壳成分 地寒地合就形成 形成之后 在它形成的同时 大气也在改变 怎么改变 刚刚开死的时候 是最原始的 氢 氦 甲烷 氨 可是你看到没有 这四个气体 到了目前 我们现在生存的地球 这四个气体 几乎已经完全不存在 在我们的大气层里面 它变成非常的少量 非常的少量了 所以由此可见 这整个气体的改变 对我们生物的孕育 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意义 那在这个过程中 你要记得 所有的形成决定的因素 就是重要 最重要的是温度的改变 你从温度高 一直到冷却到温度低 你去想象 轻的往外飘 剩下的 因为高温的作用 产生改变 那这个东西 你不能死背 你一定要了解 本身有机物 在同学 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 有机物的燃烧 你要记得 甲烷 甲烷就是一个碳氢化物 它的高温燃烧 当然会造就了 二氧化碳跟水气的产生 氨 因为它含有氮 所以造成氮气的生成 因为氮气的活性 非常的低 所以它从这边生成之后 它可以保存着 存在着一直到我们目前 我们生存的地球 那其他的二氧化碳跟水呢 水因为低温 所以慢慢的凝结 变成海洋 那在凝结的过程中 顺便把二氧化碳给怎么样 融进去 那二氧化碳融进去 同时又跟钙结合 造就了目前我们地壳里面的石微岩 大理石 就是我们变质岩 这个经过的过程 还经过了一个高温高压的过程 好了 这些二氧化碳 因为初步的 因为温度的冷却 做一个适当的减少 适当减少之后 绿色植物的出现 才是彻彻底底的改变了二氧化碳跟氧气 跟氧气在我们大气中的含量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地球可以适应适合生物生存 在我们现在宇宙中 我们人类还没有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其他星球还有生物 你就可以知道 我们地球有多可贵 所以老师在这一节 初步的跟你们介绍地球整个的行程 那考试的题目到底怎么样 由课本的内容引入到考题呢 老师以下做几题 给同学做一个考题的简介 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 你看着 我们刚刚开始地球的行程 跟太阳的行程 几乎是同时的 那这时候 氢气 氦气 以及 甲烷 以及氨 这时候这四种气体 我们统称叫做原始大气 好 那我们地球形成的时候 当时的温度是相当高 那这原始大气 这四个气体 就分成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这些比较轻的 就因为地球刚形成时的质量比较小 就怎么样 飘走了 离开了 所以这时候的地球质量因为比较小 无法吸住它们 无法以地性引力吸住它们 所以它们这时候是散失了 那剩下的甲烷跟氨呢 因为甲烷跟氨它所处的环境 地球表面这时候是融融状态 是高温的 那你不要忘了 这里面有了碳 氢跟氨三种元素 在高温的状况下 重新的排列组合 产生了 产生了新的气体 那你要知道 燃烧 碳跟氢在高温下 跟氧燃烧 第一个想到的 我们当然知道是什么 二氧化碳 氢燃烧 当然就是变成水 那唯一一个同学要特别小心的 就是这个氨里面的氮 这时候氮 因为氮元素 以N2 就是氮气的状况 最稳定 所以这时候 这个氮气形成之后 它就是已经非常稳定的状态了 那二氧化碳跟水的形成 是因为这个阶段 火山 熔岩 这都是相当相当高温 好 相当高温 那这时候它就是气体 特别是水 都是水蒸气状态 可是时间一久 地壳慢慢地冷却 地壳慢慢冷却之后 记住 地壳慢慢冷却之后 当然我们都知道 水蒸气遇到冷 就会凝结成水 这时候是水蒸气 来到这边的时候 凝结成水 水凝结的同时 把二氧化碳也带到海水里面去 所以这时候的二氧化碳 除了带到海水以外 它本身又跟钙结合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时候的水 二氧化碳就慢慢地慢慢地消失 好 在这个消失的同时 其实也是造成我们地球 温度它下降的会更明显 因为二氧化碳的存在 水气的存在 它本身温室效应相当高 相当高 那它们两个减少之后 当然地球的温度下降的更明显 好下降的更明显 就更适合生物生存了 于是在我们生物的生存 我们生物有学过 生物整个食物链 一定要先有生产者 所以当然刚刚开始出现的生物 本身一定要可以 能够自己产生养分 产生能量 所以整个生物的形成 一直来到了绿色植物的出现 绿色植物的出现 才造成了整个大气的结构改变 好绿色植物出现 我们知道它最大的特色 就是光合作用 于是不但使得 二氧化碳急速的下降 氧气的上升 最后变成了我们目前 我们目前 我们大气中氧气跟二氧化碳的 这个比例 所以同学 从这个结构你要注意 这里的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温度 有没有高温 慢慢的慢慢的 温度变低了 冷却了 最后绿色植物才能够出现 所以这一个过程 同学一定要谨记在心 其实整个地球 大气的形成结构 不外乎 原始 高热状态 冷却后 最后绿色植物出现后 分成四个阶段 同学思考一次 相信考试出来 同学一定可以非常有把握的写出答案 好 来我们看到第二题 在地球形成初期 由于下列哪些原因 使地球成为熔熔状态 就是在高温的状态 好了 你看着 陨石的撞击 这没问题 陨石的撞击 因为当时的大气层 也不是那么的密集 对地球的保护 也没有那么完整 陨石的撞击 再来 太阳的照射 太阳的照射 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恒星的爆炸 恒星的爆炸是产生新的恒星的原因 并不是地球成为熔熔状态的原因 最后一个 内部放射性物质的变化 所以这一个地球当时的熔熔状态的高温 最主要就是 甲跟钉所造成的 这个高温 所以在这个高温的状况下 我们整个地球的结构 包含大气 还有固体成分产生的变化 好 那地球初期 因为火山爆发 已经熔岩的四出的大气 主要成分 来注意哦 这个你从这边开始想 以我们理化最简单的观念 回想当时的状况 火山爆发 熔岩是不是都是高温燃烧 那既然是高温燃烧的话 同学老师教你一个方法 就算你没有把它记好 看到这种题目你要记得 爆发跟熔岩当然就会燃烧 你要知道最刚开始的碳 氢的燃烧一定产生二氧化碳跟水 同学反应快一点 在四个答案里面 会有二氧化碳跟水的 你有没有发现到 唯一只有哪一个 只有B 那你说老师 那其他的答案怎么消掉 很简单 你要记得 氢跟氦 在原始大气形成的时候 其实就往外飘了 所以这一个氢 氦 绝对不可能在火山爆发 还有熔岩的时候才产生的 是地球形成的时候就产生 最后飘走了 所以这个答案 当然不予考虑 对不对 那你要知道氧气什么时候产生 是绿色植物出现之后 在当时的火山爆发熔岩高温 怎么可能会有绿色植物呢 是冷却之后才有绿色植物 对不对 所以考这一种题目 虽然看起来答案很复杂 可是乱中有序 同学一定要定下心来 好好思考 把正确的答案找到 所以同学 你要知道这一节的题目 完全都是有一个程序性的 有一个连续性的 你千万不要分段来念 从熔熔状态到火山爆发 到整个地壳温度的下降 最后绿色植物的出现 整个大气的结构改变 一定要谨记在心 好 最后一题 地壳中最主要的成分 是下列何者的氧化物 好啦 我们要知道这个题目 要先知道 地壳的成分 它的排列顺序是什么 氧细铝铁钙 因为我们知道熔熔状态的同时 重的往里面沉淀 轻的留在外面 这些 这些 你注意看到氧是排第一位 那现在跟氧化合的就是这个细跟铝 它跟它化合 所以答案显而易见的 当然就是什么 跟氏跟铝有关 答案在哪里 答案就是选D 好 同学 在这个地方 老师要提醒你 在我们的地壳成分里面 这一个氧化系相当重要 在化学里面也有提过 氧化系 其实就是玻璃 陶瓷 玻璃 陶瓷 陶土啊 这些瓷土 这些主要的成分 都是二氧化系 好 除了这个答案之外 老师要提醒你 所有的 所有的题目 都非常喜欢考这个 因为如果考地壳中含量最多的元素 同学都会 氧 可是他非常喜欢考地壳中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 金字旁 氧系铝铁钙 五个字 第一个出现金字旁的就是铝 所以这两个题目 同学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 在回答题目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 题目问的是最多的元素 还是最多的金属元素 好 那老师 题目就讲解到这边 同学 你也有没有发现到这一节 就是整个地球冷却的过程 从最刚开始到最后冷却 整个重点就摆在这边 如果同学能够融会贯通的话 相信 题目出来 每一题都会在同学的掌握之间 所以老师 希望同学 在念地球科学的时候 一定要用脑筋 千万不要去死背 因为死背 会造成你的负担 只有你想像整个过程 你会很容易地在题目中找到答案 相信你对往后的考试 甚至表达都会很有帮助 老师这一节就讲解到这边 本上所提到的数字 来 看什么 你注意看老师的写法 三十五一年 再来 利用这个五 帮同学引导出下个数目字 知道吗 一二三四五 接下来呢 就是六 再来 偶数 六 四 再来 二 你说 这有什么作用 课本 现在目前提到的 每个年代所代表的生物 就着重在这几个 三十五亿年前 六亿年前 四亿年前 两亿年前 那这一种课文念起来非常枯燥 所以老师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 三十五亿 五 联想到六 六四二 记住这个顺序 那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在三十五亿年 是现在我们目前可以找到的 最早最早的化石 三十五亿年前已经出现了什么 蓝 绿藻 相信 如果同学在生物 第九章演画有印象的话 生物课本也有提到 那蓝绿藻的化石 发现 在三十五亿跟六亿之间 将近有二十九亿 这里又是空白 为何会如此呢 很简单的道理 你要知道 要形成化石 当然最主要的 希望在生物体的部分 留下坚硬的部分 比如说骨头 牙齿 可是你要知道啊 从一个简单的细胞 一直到演化到 会有坚硬的部分 一定是相当漫长的时间 其实这边有没有生物 有 可是因为它的组织结构 容易被分解掉 会变成元素 比较不容易找到痕迹 所以现在考古学家 还在努力 尽量能够把这边 就好比一个人的记忆 失去的记忆 帮我们找到答案 那真正 我们讲 真正整个化石 比较结构 比较完整 我们可以得到 确实的证据 是从六亿年开始 六亿年开始 六亿年开始 整个地球的生命 从这边开始 海洋 在海洋开始出现了 大量的多细胞生物 那其中整个最关键的 就是藻类的出现 还记不记得 上一节 我们有提到 整个空气 在原始大气中 其实氧气是不多的 最主要是二氧化碳 这个二氧化碳 造成我们地球的 温室效应 使得我们陆地上 没有生物敢登陆 因为温度高 不容易生存 可是地球地壳慢慢降温之后 藻类的出现 它开始进行光合作用 产生了氧气 注意 这个氧气 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整个生命的发展 的意义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为何 因为氧气 在当时的状况下 它可能因为人量的关系 形成了什么 臭氧 它形成了臭氧 还记不记得 在我们的理化课本有提到 臭氧它会吸收光线中的什么 紫外线 紫外线因为臭氧的出现 紫外线被吸收 形成了对我们生物的保护 好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臭氧的形成 它吸收了 吸收了 紫外线 这个紫外线 减少之后 我们生物 就可以 登陆陆地 就敢登陆陆地了 为何 不要忘了 紫外线会造成 细胞的突变 细胞的病变 所以如果在一个紫外线非常强的环境下 生物是没有办法在那边延续后代的 所以这个藻类的出现 除了改变我们大气中 二氧化碳跟氧气的浓度 使它温度的改变加快以外 还有就是造成光线中的紫外线 尽量把紫外线隔离在臭氧层 臭氧的产生 才能够让我们在4亿年开始 生物出现在陆地 好那你都知道 藻类的出现 产生氧气 氧气造成臭氧层之后 保护我们 把紫外线吸收了 让我们的地球表面能够适应 让生物能够适应能够生存 那你要知道 第一个登陆的一定是哪一种生物呢 是植物还是动物 这个一定要思考 为什么 你要知道整个食物链生产者 扮演生产者是谁 是绿色植物 所以同学从这边想 来这个地方 课本它提到了三样生物 那很多同学说老师这要死背 没错 如果老师考填充题 你不得不背 可是背的过程中 老师教你一个思考方式 因为一定要先有的吃 你才能够活下去嘛 对不对 你还记得吧 人因为梦想而伟大 但是人要吃饭才能长大 所以你没东西可以吃 你怎么活下去呢 所以一定要是植物先登陆 好那你就这样想 以最简单的下去想 绝类 来谁 以绝类为食物 当然就是虫嘛 对不对 好那谁吃虫 小学最有印象的就是什么 身长长长的舌头 谁 两栖类 两栖类青蛙嘛 最后你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两栖类 最后就进入到什么 我们脊椎动物 两栖类青蛙就开始有脊椎了 最后我们脊椎动物从这边开始出现 好所以同学 这里就像一段连续剧 这里的连续剧 剧群非常完整 因为都有实际的化石 我们可以供我们研究 所以你看了 海洋枣类的产生 臭养成的出现 造成陆地可以让生物生存 生存 那谁要先登陆 植物先登陆 然后昆虫吃植物 青蛙吃昆虫 最后脊椎动物 好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 非常热门的 脊椎动物里面 脊椎动物里面 两栖类在我们 生物的演化有讲 两栖类会演化成什么 爬虫类 所以在两亿年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大型的爬虫类 还记得吧 恐龙侏罗记 好 进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你要知道 1 接下来数字就变小了 所以这个地方同学 老师教你 这里 你就要记得比1角6 6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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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百 万年 所以你要注意哦 比1来的小 6千 5百万年 所以你要注意哦 这时候突然间 在这个阶段 恐龙 在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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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龙是在陆地上称霸 称王的 可是在6千5百万年之后 突然间 找不到恐龙的化石 几乎在这个时间里面 恐龙突然间一夕之间消失 那在这个地方 有非常多的考古学家提出了理论 在目前为止 最可以让人类接受的就是隕石撞击地球的学说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子 这老师做一个补充 同学当作参考 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地球里面的元素 一般来讲 就是氧细铁钓 可是在白二纪 在白二纪 这个阶段 我们突然发现到 地壳中出现了大量的一元素 那考古学家 科学家就想 这个一元素 莫名其妙地突然增加 有可能是来自于外星球 那从外星球里面带进来 当然就是隕石 所以目前 可以让我们接受的说法就是 当时恐龙的灭绝 可能就是隕石击中地球 那目前这个证据 还可以支撑这个学说 那真正的状况 科学家还在继续在找证据当中 好啦 那这个地方 恐龙灭绝之后 同学你要注意 你们还记不记得 恐龙动画那一部影片呢 你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恐龙出现的时期 是不是 那时候就有一只猴子 在他身边跳来跳去 所以恐龙灭绝之前 其实哺乳类在这边就出现了 好 这个地方 老师一定要建立你一个观念 生物的演化绝对不是说 假 全部死光了 已才冒出来 他们的演化是连续性的 有衔接性的 恐龙跟哺乳类 这时候大家都在陆地上生存 可是恐龙比较占优势 这时候他可能哺乳类 小小的小型哺乳类 对不对 到处跑到处躲 可是因为整个地球大环境的改变 不要忘了恐龙是爬虫类 它是变温动物 陨石撞击地球的同时 会造成我们整个地球外表被灰尘尘埃遮住 这时候阳光没有办法照射进来 温度会急剧下降 可能在这几年当中 这些灰尘都会漫步在整个地球表面 那你要知道 太阳光没有办法进来 温度下降 这两种生物恐龙 它是变温动物 突然间的改变温度 它没有办法适应 哺乳类它是恒温动物 它有办法适应这一个环境 于是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自然淘汰 发现到哺乳类生存了下来 那哺乳类生存了下来 继续演化 包含了 包含了 我们人类 所以在两百万 在两百万的时候 来同学 在两百万年的时候 出现了我们人类的祖先 这个祖先他本身已经非常的灵活 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非常贴切的名字 叫做巧人 巧不是巧克力做成的人 是非常灵巧的人 怎么灵巧 他已经可以什么 使用工具了 最早可以使用工具的人类的祖先 巧人 好 那我们人类到底是什么时候发展成 跟我们最接近呢 大概是在我们几十万年前 就已经发展到我们 这一个样子了 好 所以从这整个过程中 你有没有发现到 整个演化 其实最精彩最精彩的就是因为我们化石的挖掘 就是从六亿年开始 因为化石的陆陆续续的出土 才会造成整个生物学家 考古学家 包含古生物学家 它能够造成一系列的一个生物的演化石 那之前呢 因为这个地方还需要考古学家继续努力 曾经有考古学家 还发现到三十五亿年前更早的一些化石 只是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具体的证据 在课本上所以就没有提到 在整个演化石中我们知道 整个生物的演化它有一定的顺序 因为环境的改变造成了生物的演化 适者生存 于是六亿 四亿 二亿 这三个数字 因为有了一个新生物的转变 所以同学这些数字在地球科学里面 他特别提出来的话 你一定要特别牢记 那牢记的方式 老师已经教过你的三五五想到六 再来六四二 六亿年藻类的出现 四亿年陆地开始出现生物 两亿年到六千五百万年恐龙极盛时期 六千五百万年的时候恐龙突然的消失 这整个顺序是我们这一节的重点 老师在这边做一个很粗略的介绍 那考试的题型到底在这一节 会出现什么样的考题呢 老师以下再为你做介绍 同学我们看到第一题 关于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生命之叙述 下列何者叫不合理 同学注意到 好 不合理 第一个他说生命都发生于海洋中 没错 因为所有的生命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是起自于海洋 没错 所以这个不选 再来他说大约出现于四十六亿年前 好 同学注意了 四十六亿年这个数字是什么数字呢 是什么 是太阳刚形成 地球刚形成的时候 请问同学 太阳刚形成 地球刚形成的时候 地球刚形成的时候 温度相当高 怎么可能会出现生命呢 所以不合理的答案 答案是选B 好了 那我们要注意 我们不是只要选B就好 注意 因为目前我们所发现到的化石 最早的就是三十六亿 三十六亿年 是在三十五亿年前 是三十五亿年前 三十五亿年前的蓝绿藻 这是我们最早出现的生命 没错 再来 生命构造非常原始简单 注意哦 我们所有的生物演化 注意这句话 都是由简单而复杂 而且都是由低等 进入到高等 还要记住一点 都是由单细胞 单细胞 慢慢演化成多细胞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知道 生命的构造 刚刚开始最早出现的生命 它是非常原始简单的 这是合理的 所以从这个答案 同学不但要注意 我们生命最出现大概多少 就是这个答案 三十五亿年 因为我们现在有的证据 就是三十五亿年 所以不合理的答案选B 好 来我们看第二题 下列有关生命演化的叙述 何者是对的 找正确的 好 同学注意哦 化石的研究有助于生物演化的了解 好 化石 请问同学 从化石里面 我们怎么可以知道生物演化的了解 因为我们化石可以得知什么 从化石我们可以得知 第一个生物演化的一系列的证据 都必须要借助于化石 我们可以得知当时推支当时的气候 这很重要哦 当时的气候状况啊 当时的雨量 这个最明显的是什么 连轮 我们可以从连轮的粗细深浅 来判断当时的气候雨量 所以可以得知当时的状况 还有一系列的化石 可以得知生物的演化 可以得知生物演化的过程 演化 比如说马 可以从四只脚指头一直到单提 一只脚指头 可以知道它演化的程序 还有可以得知它的生物之间 它的相对年代 可以得知它的相对年代 这怎么说呢 注意哦 相对年代 你要知道 越早出现的生物 它一定会埋在地层的月底下 所以从化石 我们可以得知生物演化的了解 可以得知相当相当多的知识 好 这个没问题 再来 最早的生命出现于陆地 这个同学就知道了 生命的起源 起至于哪里 起至于哪里 起至于海洋 好来 注意 这个是文字题 恐龙于两亿年前全部灭绝 这个答案错得很明显 还记不记得 老师给你们的数字 35 6 4 2 好 这个地方 恐龙是在两亿年 两亿年 到六千五百万年 六千五百万年 它是生存在这个时代里面 所以两亿年前不是全部灭绝 而是恐龙出现开始要兴盛的年代 它灭绝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六千五百万年前突然间消失 好 再来 人类层和恐龙共存 这个很明显的错误 它不是人类 而是什么 在恐龙生存的年代 它有一个什么 哺乳类 如果讲哺乳类就合理了 当时恐龙生存的年代 哺乳类就出现了 所以这个地方正确的 找正确的 答案只有A是对的 所以同学你要注意 这一节年代 是所有生命演化的一个重点 你必须要配合年代 配合当时所出现的生物种类 好 我们看到最后一题 第三 关于臭氧的叙述 何者是错误的 好 这个不但是牵涉到地科 而且是牵涉到里化 你看著 它说可以阻挡子外线 没错 臭氧层主要就是吸收 日光中的紫外线 来怎么样 来保护我们生物 还记不记得 保护我们生物 在几亿年 来同学再复习一遍 三十五 六 五六 四 二 它告诉你什么 第一个 这是什么 蓝绿藻 这一个顺序 你一定要会自己去解释 照着顺序这样解释下来 你才能够完整的写出答案 蓝绿藻出现的年代 还有没有印象 蓝绿藻出现的 三十五 一年 好 那六一年 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年代 这一个年代 它出现了一个什么 绿色植物 是什么东西 绿色植物 什么东西 绿色植物的出现 就是藻类 还有没有印象 这个藻类的出现 整个大气的结构改变 产生了氧气 氧气进而起作用变成了臭氧 那这个氧气的出现 在氧化转变化学变化变成臭氧 这个臭氧 帮我们把紫外线挡在外面 我们才能够从四亿年 你看这一段过程 光是产生臭氧要保护我们 长达两亿年 到了四亿年 我们才发现了 蕨类开始登陆 蕨类在这边开始出现在陆地上 所以你就知道 藻类的出现 氧气的产生 臭氧成的出现 才能够造成我们陆地生物的 生命开始 好 没问题 接下来你看到没有 臭氧形成后 使生物得以在陆地上发展 没错 臭氧 我们才能够绝对登陆 再来 昆虫 好 接下来 臭氧进一步分裂使大气含氧量增加 同学 这种东西错的相当明显 大气含氧量的增加 不是因为臭氧的分裂 而是什么 藻类的出现 所以是藻类的出现 造成氧气的增加 氧气的增加 进而化合成臭氧 这个顺序要搞清楚 所以不是臭氧分裂成氧气 好 这个因果关系要搞清楚 再来看到 4亿年前臭氧已大量形成 看到没有 4亿年前 因为4亿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蕨类开始出现在陆地 陆地开始有生物的出现 那要出现之前 我们做了要什么样的准备 看到没有 臭氧的出现 臭氧已大量形成 所以才能够保护生物 陆地才能够出现生命 好 那你这边老师要帮你完成 4亿年之后 一直到2亿年 这一个非常重要的 2亿年到0.65 老师写0.65亿就是什么 6500万年 这一段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爬虫类新盛 爬虫类 爬虫类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什么 恐龙 恐龙在这一个时代 在这一个时代 它是陆地上称王称霸的生物 好 所以从这个三个题目 同学不难发现 这一节重点就是在 整个演化的年代 去配合生物的出现 这必须要符合我们的因果关系 同学如果从这个重点下去找手的话 相信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不会读得很痛苦很辛苦 因为年代的演化 年代整个的演化 它可以告诉你 生物一步一步的进步 一步一步的适应环境 怎么样经过添责造成新的物种 所以这一章节 希望同学在研读的时候 能够配合生物的第九章 这样子的话 会使科目跟科目之间 造成一种连贯的作用 相信在基本学历成员 如果出现这一种跨章节 跨科目的考题 同学一定可以得心应手